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来到八字赛理法 刚才跟大家讲了一个从隔的命格 今集再跟大家分享一些灾难讯息的八字 让蔡老师讲一讲 这个八字是你的师弟拿出来 师傅 这个八字很厉害 有什么厉害 28年5月死了老婆 10月自己炒车死了 这个八字真的很厉害 如果人世间最惨的那些 都是不离这些 有多惨 那八字有什么信息呢 我们来看看 丙火生起神月 丑月 丑月 只有一个眉根 无新丁的丁 我们有一句说话叫 火无木则中其缸 丙火无木 丙丁火也要有木 但是丙火如果在冬天无木 也很低 火无木则中其缸 就是说只有缸 没有热量 嗯 那么加上 他旁边这个是丙林申围 对不对 就是没有烟火 丙林申围 那么自己做蜀 就很明显靠蜀去 尾根 去掉命 嗯 这个命呢 就没有黑的 因为没有水 没有明显的水 但是泄到不得了 嗯 我们知道丙火如果蜀 就是最差的格格 丙火一肚多 其实是最差的格格 对不对 你看做法圆弱一致 最重要就是 不要见那么多肚 高山遮阳光 对了 这个八字真的太多肚了 又没有木 那这些呢 如果这个八字来算 就是叫做不合格 嗯 那很明显靠这个 那这个八字 已经不是叫做高分那些了 那如果你说上中下 应该叫做下命 嗯 就是做两三万元过月 平民 平民 已经很 很 廢毅那种 那种 那就好了 那如是者 一路走 其实如果 你顺行 看到木 就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一走这个 任神 就麻烦了 因为一走这个 就变成有杀先论杀 嗯 是不是 杀同日完美了 你会见到是制杀太过 很多土 是不是 国家局里面有很多土 刚才说过 土当令 那任水 一见土 就叫做制杀太过 嗯 所以 这个八字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任神 看了 刚才我们分析过 最重要的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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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八字 里面的最重要 里面 因为有个钉 就是根 那这个 神树一冲 那就代表 这个 灾难性 尼根尽灭 是的 灾难性 那有什么灾难性 如果他未结婚 就是自己 但是如果结婚 先是老婆 因为有人坐在里面 所以我们说 反人服人 哭哭 淋淋 不损自己 也损他人 也损他人 也损他人的意思就是 有没有老公 老婆先 有没有身边人先 有就那个 因为他填实了 他走来支持你 那他先 那当他走这个任神运 就神伤一冲 好了 你会发觉 他这个运 就叫做天下地冲 那你一定要 对这个 才可以叫做 惨犯发生的 嗯 那他这个人 就在2018年 5月丧妻 他老婆病死的 那就是刚刚 又是天下地冲 又是制裁泰国 是不是 好巧啊 周巧 好巧 那就是制裁泰国 这一年 他5月那时候的治月 那他老婆病死了 病死了 病死的 癌症 他刚刚搞完喪事之后 就到了10月 就蜀月 蜀月 蜀月 又是蜀月 是吧 没蜀月 对了 没蜀月 没蜀月 三个蜀 又冲一个神火 又是刚才那个 三个字 又一个 好了 又是你了 那这个年 这个月 本身这个人 车祸丧生 车祸 说翼马 因为没有翼马 对不起 丙武庚 丙武庚 这样整定 哇 这个任神运 真是空谦到无论 所以呢 有些命中没有杀 你不要以为 跟你的事 当你走过云是杀 榴莲是杀 我们刚才都说过几个杀命 有杀先轮杀 一 这个本身没有杀 但是走过榴莲 有杀 走过榴莲 祭杀太过 因为他本身命格不高 所以命格不高 就要贴自己的命 所以一年里面 太太和自己都被刮 这些命令很凶狠 你有没有见过这些凶狠的命令 不会啊 不会在我面前见到的 在我面前见到的 在我面前见到的 面前见到 面前见到就真的见鬼了 哈哈 OK 如果这个是女命 女命呢 女命呢 女命是逆走 逆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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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差的 因为全部走金水 但是日元药 逆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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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失运都是很危险 逆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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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些東西要整定 就是劇本 這個就是劇本 電影的劇本 這個格局真的不行 做一個時辰就沒那麼多 好很多 月美時好很多 雖然三型逢充 但起碼有木器用一下 現在真的什麼都沒得用 即是八字沒有格局可以演 對 八字沒有格局 而這些是最差的那一隻 一走到不好的運氣就馬上收皮了 即不是每一個八字都可以成到格局 是 這隻丙火生在醜月一定要見木 沒有木 那你又重不住 你又坐著那個膝蓋 那你就變成沒有格局了 是 我們不如我們下次 明天都講一些格局的命格 讓一些讀者研究一下 好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主要是 五 四 五 九 五 五 五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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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